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知道的一个人是什么 对 那要不要交换点信息呢 你看谁 你看谁 你看谁了 小猪 小猪是什么香蕉吗 是吧 你要找的是 你不是找草莓是吗 对 你要找什么 习惯 你是什么呀 其实就 这么问了 就聊天啊 聊天 你可以不说真话 现在 咱差不多 我久了 都是做馅儿用的 几条你累歌 一眼独套路多 求小心的心理隐隐面积 话说在下期节目里 男人帮乐人组终于要大团圆了 然而节目组却只请了五位女嘉宾 智灵姐姐来了 姚晨 江一燕来了 张欣义和王洛丹也现身了 个个都是高颜直高智商 智灵姐姐开心的叫了起来 姚晨怒怼男人帮 王洛丹要给搭档扣分 王迅被江一燕指太抠门 张欣义放话轮家生气了 小绵羊主动抢着干粗活 连黄磊都开启跪地求饶模式 集条里总被坑的嘉宾族 解释要集体逆袭的节奏啊 然而女神只有五位 不知道六人帮里有谁要全集solo 宝宝们是不是也像所长一样 超期待这期节目的播出了呢 星月夫妇的CP粉们 在昨天剧中的时候 终于吃到了一把楚桥撒的狗粮 奶妈储在宇文月额头轻轻一吻 再加上一句对不起 我再也不要离开你了 虐哭了无数观众 这句誓言也顺势登上了热搜榜首 你里大新歌昨晚发虐图称 终要和你说 不知是再见还是永别 瞧瞧这煽情的架势 本来想再虐一把观众 自耐营宝一现身 瞬间打破虐心气氛 他带图杀到评论区调侃你心 狗魂出窍 再看这神配图 一只二哈跃然而上 摸摸头别哭了 让人忍俊不禁 而林更新的回复 终于不是我恨二字了 而是一句有力的回怼 你的脑袋摸起来像个皮球 跑来围观的乐器 看热闹不闲事 大的留下了一大串哈哈 这是直接笑傻的节奏啊 不过看到星月夫妇亲密互动 一众CP粉激动不已 高喊星月大气涌不倒 可所长关心的是 星月冰湖中吻别之后 到底是会再见呢 还是就此永别了呢 神眼女神 无论穿啥衣服弄啥造型 画风都是美美搭 今天所长偶然发现了 二十年前赵薇 在老房游戏里的造型 一头红发十分抢眼 再配上标志性的 大眼睛和高鼻梁 妥妥的二次元少女没跑了 呃等等 有网友说了 这画风怎么和BABY蜜枝相似 毕竟BABY也是一枚 钟爱二次元的少女 这俩人的照片放一起 简直傻傻分不清楚啊 再来看这两张长发照 赵薇侧脸十分美腻 BABY戴上假发少女感十足 这照片相似度 都有99%了有没有 所长反正是分不清了 奶们来给分辨一下呗 最近战狼2热映 一大波迷妹表示 已被男人味爆棚的 吴京圈粉了 所长和奶们说 吴京借热血男儿的一面 不仅体现在电影里 生活里也是这样子的 这不吴京老婆谢南就自爆 当初和吴京谈恋爱的时候 要跟别人拍吻戏 没想到吴京童鞋瞬间就炸了 还穿成白马王子style 直接奔到片场 给谢南来了个花式抢吻 这把狗粮所长表示666 那个时候我跟大师兄 还在谈恋爱当中 对我就跟他讲了一下 这件事情 我说我们晚上会 可能会有吻戏 不能跟导演聊吗 为什么一定要吻呢 结果到晚上十点多钟 我们快拍那场戏的时候 大师兄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你在哪 我说在组里啊 拍了吗 还没 那你出来一下 然后我一出去 他特别懂 他穿了一身白 在漆黑的夜色当中 还没拍是吧 他说来 你去拍吧 你去看男演员 有没有够魅力 看到这里 所长必须得给吴京 点个大大的赞 话说撒狗粮啥的 对人家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看看人家借微博 一会儿吴京做顿饭 祝老婆生日快乐 一会儿又给老婆做法餐 垂肩啥的都不在话下 谢男也一言不合 就开夸自己老公长得帅 不得不说 奶们小两口也太甜了 要一直幸福哦 明天电影版 翻身三世就要与大家见面了 各位小伙伴们激不激动 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今天所长先给奶们 放上一小段白浅夜滑的床戏 前方高能 大家午好小心脏哦 你干什么 你我既是父亲 何不让我抱着你睡 看夜滑君这渐渐的样子 网友忍不住调侃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夜滑 来吧我让你抱 其实不仅剧情好看 影版三生三世中处处都很用心 筹备三年拍摄93天 内外场景就搭了25个 后期制作长达15个月 特效镜头多达2345个 说起特效 据说片子里95%的镜头 都需要特效完成 剧组突破了常规物理定律 让柱子悬空 维漫反重力往上飘 还有雷云等物理特效镜头 都十分酷炫 绝对称得上是视觉的盛宴了 很多细节上我们都是做这些特殊设计的 普通的科学法 没有必须应该在所有的东西 网柱都是旋空的 从下面往上飘的 雨 灰 雲 灰 灰 所有的东西都能够有其他世界 都能够有其他世界 想要做一些原本的东西 让观众认为 我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东西 让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是存在的 和华和白浅等人的高级定制华服 超过200件 而且这些服装 几乎都是纯手工制作的哟 而且衣服中还暗藏着玄金啊 华服当中 大量的用了彩金的线来进行刺绣 使用立体花 立体装饰 以及刺绣等方法 把它完成 甚至很多地方用了很多的喷绘 看上去非常简单 它可能在里面有很层层叠叠的 很多的料子结合 来打造它最美的衣服 美景华服再配上妮丽洋洋 和刘亦菲的高颜值 反正所长的电影票已经准备好了 奶们呢 今天是张博之与谢霆锋 大儿子卢克斯的10岁生日 张博之和昆特斯一起 为小兽星精心准备了生日礼物 而看到妈妈送来期待已久的 笔记本电脑 调皮的卢克斯直接从椅子上 躺到地上还不停的抽搐 搞怪力Max 这演技必须给满分哪 而看到哥哥这么喜欢 弟弟小Q笑成了一朵花 萌萌哒特别可爱 当然这还不算完 张博之还送给卢克斯 一顶迷彩帐篷 让他可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如此贴心的礼物 小兽星十分满意 躺在床上来回打滚 原来小男子汉 是这样表达喜悦之情的呀 而弟弟昆特斯用英文 和妈妈讨论 卢克斯的生日惊喜时 眉飞色舞的样子 真的是萌到没朋友 家里有这样两个可爱 帅气又懂事的儿子 美妈博之真的是好福气呀 所长也在这里 祝小帅哥卢克斯生日快乐哟 那不像东西 何可爱 生平原历 自己内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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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目标只有一个 毫不动摇 全部放手 只要不到最后一刻 毫不荣耀 是不怕休